3 2 1 枪轩一响 上百名学生同时向前冲 中正大学校庆越野赛于10月22日下午4点准时开跑 许多学生跃跃欲试 终于有这个舞台可以展现自己的实力 我们要跑出前10名 这次的赛事已有1100多人报名 加上现场报名的人数 召集人预估有将近2500人参与 未来越野赛的规模也将逐渐扩大 我们透过这个越野赛的举办来推广健康这样的一个概念 未来我们可能会把越野赛的时间呢 会把它并到星期六跟校庆当天的活动 直接做结合扩大参与的层面 大家共同来为中正大学庆生 越野赛跑路线从行政大楼前起跑 经过宿舍区体育馆 理学院 工学院 管理学院及社科院后回到出发点 全程3.7公里 运进系的赖伟伦凭着不放弃的坚持拿下冠军 今年参加第四次了 一年比一年的还要好 因为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的人还要多 然后学校越做越棒 希望大家也支持一下这学校办的活动 越野赛不只是体年的较劲 许多精心设计的造型也能成为目光的焦点 天线宝宝 蜘蛛人等也穿梭在人群中 群中历史系同学 油桶和资源回收桶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 最近啦啦队嘛 然后大家都反映垃圾流的特别多 想在这一路上跑 然后想要大家把垃圾都收好 真的很热 可是也很开心 摸彩活动是最后的压轴 今年学校提供平板电脑 智慧型手机以及吸尘器 烤箱等大奖 回应学生的热情 今年的约演赛在热烈的气氛中画下句点 中正一报 刘亦安 程寒英 中正大学报导